在全程舞台上流下的眼泪 那我就跟我爸爸说 这些年养育我真的是辛苦了 我从来没跟他说过 特别好听的话 就是爸爸我爱你 我会一辈子拿琴霸道 一样地好好对待你 喝酒这件事情 是我心里的一个坎 就是因为这个车祸 我爸爸三年的记忆都是失去的 没有任何印象 所以我觉得一个车祸 我影响的事情太多了 我不希望我未来的男朋友 就是每天都随寻寻的 我在17年的时候 也成为了单亲家庭的孩子 每次就是从我妈去世之后 到现在我基本都是不过生日的 因为每到这个时候 真的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说其实自卑的话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就是 自强自立一些 我觉得我们也是有权利被爱和爱别人的 因为我小时候 我爷爷奶奶就有病 就是我爸妈太忙了 不得不让我承担起这个家 所以我小时候 九岁我就学会了做饭菜 我家里还有地 就是小时候种地八炒我都会 我上大学的时候 也是我自己在供了自己上学的 我一年学会三万多 学的艺术特别费钱 但是我从来没跟家里要过钱 都是自己在控制 就是都说撒娇的还是有糖吃 但是 我们就是要靠自己努力 在我这里啊 我心里永远都想着一句话 我怎么样都行了 我爸妈一定要好 就是 我父母是离婚的 然后从小就生这么大的时候 妈妈拉扯我长大 感觉特别难 之前强势是为什么 我想把我自己包装起来 我不想让别人伤害我 我感觉 我们吃个苦的孩子 就是想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不想受到任何的伤害了 你是在哪一个瞬间 看到你爸爸弯着腰扛着那个 就是挤来的时候 挤不来的 然后我心里就老难受了 然后家里都是那种公信家庭 所以但是穷养儿父养女就我爸妈对我 所有的全给我了 我小时候挺让我爸我妈操心的 有一年让我爸操心就是 等我一年就白了 比我爷的头发都白 我爷七十多岁 我爸才五十岁 所以说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 我们相信在全程热恋的舞台上 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真爱 我怕我们判断你